车子能够飞起来应该就能够解决不少的交通噩梦 美国民航局最近是批准了一款飞天车 预计在明年就能够正式上路 车子是直接跟飞机来合体 乘客不必下车就可以直接飞上天 将折叠的机翼展开 启动引擎不到一分钟就能飞上天 开着汽车飞上天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 现在即将成真 大陆吉利汽车集团收购的美国泰利飞行汽车公司 宣布获得美国民航局FAA的试航证书 成为全球首个可以正式飞上天的飞车 这款飞车机身以复合材料为主 速度能达到时速167公里 飞行高度可达3000公尺 航程可达670公里 并能承载两个人 机翼采取折叠式设计 有飞行需要时就展开 日常在路面上行驶时能收起来 甚至能停在车库里 要加油时也能直接开去加油站 同时能试用汽油或者是航空煤油 但目前仅能飞行要正式在路上行驶 还得要一年多 符合道路安全标准之后才能上路 该公司有望在明年就能完成批准与生产 驾驶需要配备驾照与轻航机执照 价格在40万美元起 约台币1120万元左右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